白兔身上是 最能感受到 我想看到的Restart 我的天啊 她们身体里边 也想要蹦出来的那个劲 特别特别感动 各位听者官 请给平心的结果吧 我觉得如果可以给她 多一个机会 让大家再看到说 努力 她可以让你突破一个 吗 当然大家现在不知道 她们的命运会是怎么样 对白兔又爱又纠结的孙燕姿 最终会给出一心吗 好 这个没有 所以是这里 这次大赛打开 获得五车星请不过 谢谢 获得五车星请不过 是谁没有给 我觉得她唱的第一首歌 如果不是十年前那首歌 我会给这颗星 我觉得她肯定会进 没问题的 而且一定还是在一个 非常矚目的一个位置 我希望就是让她们 一定要撕开过去的自己 我总感觉今天 在跟她们交流的时候 她们其实 还是有一些 不愿意打开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她们 还得花一段时间 把这些东西都拿掉 她们能拿到五颗星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她们很优秀 少一颗星 未来会对她的帮助会更大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RESTART赛道仍然没有出现六星选手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是不是有更好的 新的六星选手的出现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多 叫一些原创的人 他们会不会 有可能获六星的几率高一些 是吧 毛毛 我看到这里有个孩子 是武汉音乐学院的 那我学妹吧 我们去先要不要看一下她 好 还蛮期待的 先请RESTART赛道的 李泽龙进入面试间 点我上次的时候 有一种 终于到我了感觉 就是完全没有紧张 加油 加油 帅气地甩了一个 原创的人当中 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他们 会比我主流一点吧 因为我太不擅长 表达感情类的东西了 我更喜欢极致的那种暗黑系 所以就是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 是醒着呢 打自己两巴掌 痛了就知道自己是醒着了 我毕业了三年了 我妈妈一直没有强迫我 要去赚钱怎么样 但是我不能再这样子 任性下去了 我可能最后一次参加 这种节目 李泽龙 我特别很期待她 我是李泽龙 原创摇滚 老师好 我是李泽龙 来自武汉今年二十三岁 今天带来的是我的原创 《无病身影》 好 谢谢 我妈妈 李泽龙 我可以看她 一样 他就想着七个人 这条路 我给你 带来你的 我是李泽龙 探 留着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超喜欢她 我也超喜欢 是吧 你写的音乐都有她的那个感觉在 但我听了听了又觉得 你好像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那我觉得 很喜欢 我很喜欢 我 我很喜欢 其实 她其实唱到一半 她有那个骨子里的那个 对 她有她自己骨子里的东西 对 而且后半段她唱歌还有爆发力 双眼直直地盯在前面 我觉得想把我们六个人都吃掉的感觉 我看到她 其实我非常非常高兴 真的 毛老师很高兴 一支不住嘴角就渐渐上扬 因为确实我们看了所有的原创的歌手里 你的作品是我们看到的最能 从这个作品本身看到你整个特别立体的 个性的一个人 很鲜明 然后很有特点 我觉得这是我们《明日之子》就是要找的 像你这样的人 好 刚好就听见了 这人歌合一的你知道 这也就等着她来了 刚才我觉得我就上了一课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在接受 我喜欢她唱歌的感觉 但是她那歌我一辈子也学不会 我根本找不着调 她根本没有调 卡拉OK给我钱我也不会唱这首歌 我永远不会要学它 而且我也不觉得它好听 这就是一个外行和你们内行坐在一起 然后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 再听到类似这样的独特的歌的时候 我可以听得懂 所以很感谢你啊 谢谢你们 其实我们都是做音乐的 像碰到李泽龙这样子的 从我们角度来说 觉得真的她的音乐很特别 但是我们有时候在看她的未来发展的时候 我们又在想 她的音乐到底会不会被市场所接受 对 所以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来寻找 有可能会喜欢我的那一部分人 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看到我 这个好了 这个好 你会为了市场的需求去改变你的音乐功能吗 不会 不会 大家审美不一样 但是肯定会有一部分人会喜欢的 我只要找到这一部分人就好了 其实喜欢不代表说大家一定要喜欢 这个就是做音乐的最棒的地方 谢谢大家